这只蜗牛正在晒太阳 结果却被狗狗给吃了 你绝对想不到 他的兄弟姐妹死得更奇葩 这简直就是蜗牛版的 死神来了 就在刚刚 一棵包菜被人类搬上了餐桌 万万没想到 里面居然钻出了五只 坦吃的蜗牛 他们想逃离人类的世界 以防发生不测 结果坦吃的老二却不想走 因为他没有吃饱 结果就被人类端上了粉碎机 下一秒 天呀 这也太可怕了 大家赶紧商量离开这里 老二大胆的说出自己独特的主意 结果一口九块九包优的锅 啪鸡从天而降 好在他只是受了伤 可下一秒 天哪 太恐怖了 老小妹想赶紧躲起来避险 结果 天哪 这简直太惨了 老大根本来不及被伤 越想这里越可怕 于是赶紧和老三 想找地方藏起来 结果这个归宿爬了一个小时 又是只走出了一厘米远 终于老大发现了避难所 结果还没当老三爬进去 烤箱的门就咔嚓 自动给关上了 又在没人的情况下 开启了500度的高温 下一秒 老大不仅被直接秒成了渣渣 还把烤箱给崩炸了 老三就这样被崩出了十万八千里 不幸中的万幸 他来到了一扇门前 而且轻轻用力一推 就钻出了门外 他终于逃了出来 本以为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结果却被一只狗狗给吃了 所以想吃蔬菜 千万要清洗干净 如果你有能伸缩的超能力 最想做什么呢 正小男孩就是天选之子 他的任何部位 不仅可以随意放大 还可以拿捏各种不明飞来的武器 不知情的人还敢嘲笑他不会跳水 结果下一秒 你不要过来啊 这下惨了 水池里的水都被他榨干了 一滴都没剩下 虽然他可以凭借独特的超能力 在超能学院的考试里顺利被录取 但他却不是最厉害的 快看这个五岁的小萝莉 别看他长得小 可一旦被激怒 200斤的桌子也是随便扔 过关 不以为人的黄麻刚上来就消失了 原来他有隐身术 这也太有用了 过关过关 但来面试的小朋友也不是都有超能力的 你看这个小女孩 老师让他展示能力 他就开始眨眼睛 每秒可以眨3600下 把老师的给砍呆了 可这哪算超能力啊 pass 下一个更奇葩 想他还把厕纸塞进嘴里 下一秒 全喷到了老师的脸上 passpass 老师都要崩溃了 幸好来了个旧场 女孩有紧凭意念 移动任何物体的超能力 所以最后这个更奇葩 直接男孩批命的挤鼻涕 随着鼻涕泡越挤越大 结果 被录取的孩子们就组成了新一届的超能战队F4 可有了超级英雄自然就得有坏蛋了 你说巧不巧 就在此时 一个外星恶魔正在重返地球 想要司机找人类报仇 但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坏蛋原来也是特战队的成员 因为自己独有的超能震荡的超能力 让所有坏人都闻风丧胆 哥哥更是人称旋风小王子 跑起来比60个马达还要快 为了提高他们的超能力 博士发明了一项伽玛射线 就是照一下 就能以100倍的速度提高超能力 但这玩意儿能是随便照的吗 果不其然 被伽玛射线照射后 弟弟立马黑化 开始疯狂的破坏地球 为了人类的安全 哥哥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超能力 将弟弟赶出地球 最后自己只剩下小拇指还能动 但这样煮个咖啡 蘸个果汁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为了对抗坏蛋 队长又不得不再训练一批新的超能力者 你绝对没见过脾气这么暴躁的公主 别人仅仅说他发型不好看 下一秒 一个500吨的铁块就砸了过去 而其他成员也丝毫不把训练放在心上 能隐身的阿强会趁大家在训练时偷偷逃走 而一年女阿珍却总是想吃零食 最难搞的还是小炮 为了避免训练时辛苦 他就是一动不动 但凡有人强迫他 他就把他怼在玻璃上 展览 这可砸整 F4根本发挥不出实力 于是队长就打算架着飞碟带他们去环游世界 放松一下 路上他们抓了只牛 想做成烤羊肉 结果却发现抓错了 又把牛放了回去 放松完他们就要继续训练了 毕竟拯救地球可不是小事 而且刻不容缓 开始的时候几个小伙伴还不以为意 但看看这个被实验过的科学家 就知道这玩意儿绝对不一般 F4在里面根本没有抵抗力 直接就被揍成了大花脸 巨大的挫背让大家十分不服气 连几个小球都躲不过 这简直是极大的侮辱 于是他们开始加紧拼命练习 但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努力后 小女孩的大力神功还是可以勉强过关的 但奇异人还是不行 就连隐身也根本维持不了多久 眼看大坏蛋就要抵达地球了 为了拯救人类 博士决定再次启用嘎巴射线 来提高他们的超能力 却遭到了队长的反对 他不想弟弟的悲剧再次上演 于是就想带走F4 想其他办法 可不幸的是 他们还是被发现了 队长也因此被关进了笼子里 你猜这次会是谁被黑化呢 科学家们打开了个神秘的箱子 又拿出了一个五吨重的铁桶 里面居然装的是河废水 为了等把他们释放到海里 几个人赶紧把他装进容器里 刚准备释放 就被一个超能力男孩发现了 为了阻止这一切 F4们决定不仅要救出自己的队长 还要阻止悲剧的发生 女助理也决定帮助他们 接着两个男人就撞在了一起 是阿强处的手 小小胖一鼓作气 卡巴就把两个守卫挤到了墙上 最后再由阿珍把最后一个护卫解决掉 小女孩一击勾拳 不仅救出了队长 还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队长赶紧带几个人坐上飞碟离开这里 却在路上遇到了大坏蛋 这落地的姿势那也是十分的完美 队长本想客气一下 结果却被坏蛋一掌击飞 过了一半来圈才停下来 眼看丧失超能力的队长根本招架不住他 军队放出了大招 结果却被坏蛋一把阻拦 还直直的扑向了小女孩 网上的刀片会把小女孩切成碎片 危机时刻 队长的超能力突然觉醒 他救下了女孩 眼看坏蛋就要把军队给消灭了 队长还要回基地拿自己的战俘 于是他踩上了个西瓜皮 飞扬的感觉在奔跑 又摔了八百来圈后 停了下来 脸都卡出了皮了 这惨状幸好没有被人发现 于是赶紧由拿走自己的战俘返回战场 拯救地球的战斗也一触即发 阿强上去就是个大嘴巴子 一年雨又开始拼命扔石头 来为队长争取时间 最后小胖一个大肚子 就把坏蛋顶上了天空 小女孩又来了个助攻 结果却跑偏了 幸好助理一口仙气 硬是把坏蛋吹进了龙卷风里 为了加固防御 队长更是拼命的跑 结果却意外把弟弟体内的伽马射线 抽了出来 下一秒 弟弟的红眼病终于被治好了 他又重新回到了超能力战队 一起为保卫地球二战斗 所以欲速则不达 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奋斗的决心 才是至胜的法宝 现在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阻止废水的排放 你们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男人正在找金子 却被森林之王一把扑倒 就在男人马上要被吞掉时 小男孩用石头砸中了猴王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男人趁猴王不注意 立马逃脱 挡在了男孩的身前 这是一场父亲和父亲之间的较量 因为猴王也有一个孩子 可就在刚刚 猴王还有个幸福的家庭 是人类摧毁了这一切 他们拿着猎枪闯进了森林 不仅猎杀了他的妻子 就连他最弱小的孩子 也没能放过 猴王怒了 却不幸被打中 失去了战斗能力 为了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 猴王决定带着他愤怒的逃离这里 但他发誓必须要报仇 无辜的生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知道父亲受了重伤 他不知道自己的家已经不在了 小猴子刚想去触碰爸爸的伤口 下一秒 父亲心疼的抱起儿子安慰 可谁有能治愈他 直到这天 他发现了人类 仇人见面 愤怀眼红 猴王不顾一切的扑了上去 他想报仇 却意外发现 这个人类也有个幼小的孩子 作为父亲 他想警告一下人类 但看到那个孩子无辜的眼神时 猴王终究没有下手 就在猴王纠结的时候 男人更是一点也不敢离开孩子半步 虽然这力量是绝对的悬术 但男人的眼神坚定 为了孩子 他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 最终猴王放过了他们 动物尚存一丝善良 我们也应该学会更加善良 女孩在地上画了个蓝色的圈 然后这么轻轻用力一拽 哎 居然拉出了一个炮弹 然后一个响指 咣当 一枚炮弹就打中了对面的石头怪物 随后女孩又变出了更多的坦克 这下好了 石头怪物直接就被炸碎了 可万万没想到 他却变成了两个 于是女孩拉起弓箭 下一秒 石头怪物直接就被震碎了 就在刚刚 女孩和男友正在打游戏 结果却出现了个黄色的圈 这怕不是要穿越了吧 男孩好奇的钻了进去 他把女孩也拉了进去 我的妈呀 他们居然穿越到了游戏世界 男孩也很开关 游戏还立马开始了 双方为了拿下对方的城池 纷纷发起了进攻 男孩立马变出火箭炮 试试火力 哇塞 真是太酷了 于是女孩变出了一群的骷髅卫士 为了能解决骷髅卫士的进攻 男孩变出了铁木盾 一下就消灭了所有骷髅士兵 接着男孩就变出了十亿年前的石头怪物 却被女孩一把弓箭给消灭了 而且还被女孩打得四处乱窜 女孩又变出了红衣战士 眼看攻势更加强烈 男孩赶紧使出了大招 利用激光消灭了所有战士 战争还没有分出胜负 男孩的手机就没电了 眼看两个人就快被封锁在游戏里 男孩赶紧拉着女孩跳进了时光隧道里 他们是逃离了危险 可手机也废了 幸运的是 他们懂得适可而止 不沉迷游戏 才躲过这一劫 垃圾堆里的机器人 想要变成高富帅 赢取白富美 因此他必须够到 售卖机最顶端的蓝色杯子 于是他开始拼命的跳 想要抓住售卖机的把手 结果他太矮了 就怎么都够不到 于是他把自己的手臂拉长800来米 结果长度是够了 硬度不够 小机器人就是怎么甩都甩不上去 但小机器人就是不放弃 他又重新组合了自己的胳膊 把手上安装了一个钩子 嗖的一下 直接就挂到了售卖机上 这下肯定能够的了 结果却因为腿太短 差点掉下去 可怜的小机器人太可怜了 这一下屁股就摔成了八半 于是他怒了 还使出了终极大招 他能成功吗 就在刚刚 小机器人想和漂亮的女孩求婚 却遭到了所有人的耻笑 因为大家觉得他又矮又丑 根本配不上女孩 失望的机器人特别失望 于是就拿球来泄愤 结果却撞到了饮料售卖机上 聪明的小机器人一下就有了好办法 如果自己和依赖罐整合 说不定就能变成高富帅 说干就干 但小机器人就是用了上千种办法 也没能如愿 最后他怒了 他变成了超级机器人 我的妈呀 这不得把兽卖机给炸了 结果他打出来的并不是子弹 而是一堆糖豆 绝望的机器人太绝望了 他狠狠的踢了兽卖机一脚 结果光当 原来就在刚刚 小机器人掉下来时 意外触动了机关 但这也太惨了吧 小机器人整合完后 虽然变帅了 但却变得更矮了 好在最后他完成了心愿 所以世上哪有完美的人 要学会接受不完美 这是一份诡异的工作 每张纸上都必须卡五个印章 但凡卡错一个 就会立马掉进地狱里 再由下一个人接替他的工作 男人被吓坏了 更加疯狂的玩命工作 可他的影子却沉浸了 时不时的故意叫他出错 男人刚小捶死他 却发现自己下班了 男人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可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奇葩的电梯 每个按钮都代表着一个地方 这里足有三千六百万个 影子为了逗得开心 同时按了八百来根键子 遮瑕惨了 男人被带到了个神秘的地方 更奇怪的是 这里也是被机器人控制的世界 在这里不仅有可爱的小动物 还有比人还高的鬼衣蘑菇 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 男人不得不爬上去 却发现 哇塞 这里简直太美了 原来真的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有了这次新的尝试 男人越发的好奇 发现了一只可以飞个小船 男人毫不犹豫的跳了上去 原来放松可以这么惬意 不知不觉男人睡了过去 直到深夜 男人突然被惊醒 他又一次被带到了电梯前 这是一步通往欲望的电梯 只要站上去 就会无限重复以前的工作 无休无止 绝望的男人特别绝望 但还是站了下去 因为不回去就会丢了工作 他根本无力承担这个后果 但这里所有人都叫他留下 就连颈子都在劝劫男人 他拼命的拽男人 可谁能理解成人的心酸 直到最后 男人终于放下了公文包 选择从电梯里做完了出来 因为快乐只有自己 才能带给自己 适当的放松休息 才能让你的大脑保持清醒 更能找到高点 看到更远的风景